昨天我们最后讲到的地方是 去处理各式各样的 quadratic function size 然后我不懂同学知道吗 其实这个题目哦 在你有9GBRA的时候是没有这样困难的 你就直接把图画进去 你就马上可以知道他什么时候 正什么时候负什么时候大于0 什么时候小于0 现在我们是建立在没有的用 9GBRA的情况底下 所以我们判断的标准 第一个就一定会是 他可以不可以交叉成 他如果可以交叉成事情会变得很简单 因为只要带数字就可以确定正负值 当他不可以交叉成的时候 就是问题的开始 因为我们会发现不能对他做交叉成的话 我找不到他跟XO的交点 代表他在这个情况底下 大多数时候会是 always positive or always negative 大多数时候 他的确存在一小部分的可能性是不能交叉成 但是有正有负 我们是没有李样多 其实就是 就是只要他不能交叉成 他他大多数都是positive or negative 不用想这样多 ok 好所以我们做的这个b小题 ok我们做的这个b小题 就是在解释 还在解释那个叫什么 在解释 做配方法的时候要注意的事情 然后我其实还没有交 理二maximum和minimum 所以我也不懂到底大家讲座最后一题 因为简直节课教完才会讲到 不要紧张 反正有同学你教 如果等下我讲的东西你 我需要改你的CT 你就自己去测下来再重新交过就好 ok C小题 给大家看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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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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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小提示-4x平方加7x.6 我们做第一件事 就是平方-4x.6 我们去偷看 我们去偷看它可以不可以交叉成 7的平方-4x-4x-6 会出现-47 这是一个不能交叉成的题目 所以我们要对它做配方法 第一个步骤我们会希望x平方是真的 所以这边我们抽取-4之后 里面会变成x平方-7x 抽-4的时候原本是正的 会因为你抽-4的关系变成负的 然后后面我们要加上的东西 就会是这个东西的x的系数除2 所以在这边我们会加上的这个平方 它会是7% 原本是7%除2 然后那正负值没有差 就是这边你就算是写负也没有影响 反正平方之后都是正的 所以其实没有关系 然后再来就是里面加了这个 加这个应该OK 加的这个数字会是x的系数除2 所以x的系数是7% 所以除2就会变成7% 如果你不知道为什么4分之7除2是8分之7的话 你就按计算机喔 你按7 b4除2应该就会看到8分之7 所以这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 然后正常来讲 我们在这个地方加了一个 可以加了一个8分之7吗 所以在大家的理解里面 后面就会减去一个8分之7 OK 后面就会减去一个8分之7 然后老师又有讲过后面减的这个东西 要乘上我抽取的数字吗 所以我这边减掉的东西 大家就会以为要在这边乘 呃写多一个4喔 其实不是耶 在这边乘的东西会是正式 也就是讲这边虽然我是加上这个东西 可是后面也会跟着是加耶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事实上我们做的事情是减 当这个符号乘回去的时候 我其实这个绿色的东西是减来的 所以后面要加 他跟上一题不一样 你看啊 上一题我们做的东西是在里面加上1 3分之1吗 可是我们抽取的东西是3 是正3 所以后面就会跟着一起减掉3 代表这边真正在做的是 我们在这一整个方程式里面 加上3乘上1 3分之1的平方 所以后面就要减掉3乘上1 3分之1的平方 可是底下西小题这边喔 西小题这边我们做的事情是抽取-4 所以当我们抽取-4的时候 我真正这边是写加啦 可以在挂户里面是写加 写加是因为等下这一整个东西会变成完全平方 写加是因为等下这边会变成完全平方 但是你真正在做的是减喔 他其实是你在这个地方减掉4乘上1 3分之1的平方 所以后面就要写加把他补回来 后面就要写加把他把你刚才补回来 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前面前半部分的这边 x平方减4分之7 x加8分之7的平方 他就会变成x 然后他就会变成x减去8分之7 然后他就会变成x减去8分之7 然后前面的-4造草 后面的地方我们按计算机喔 所以-6加上4乘3 大分之7的平方 给-2又16分之15 写假分数 所以-16分之47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去说明这件事情 因为x减像这个这样子 x减8分之7的平方 x减8分之7的平方 这个东西 这个平方一定是大于等于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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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现在在这个平方喔 我现在在这个平方这边前面乘上-4 当我对一个正数喔 这东西原本是大于等于0的吗 我对它乘上负数的时候 我乘一个-4给它 这样它原本是x平方会变成-4x平方 你乘负4的时候大小于符号会用方向 它会从原本的大于等于0变成小于等于0 OK它会从原本的大于等于0变成小于等于0 所以变成说前面这一整块东西 会在这个时候变成一个小于等于0的东西 然后这个小于等于0的东西 现在还要再减16分之47 OK 当然还需要再减16分之47的时候 它就会小于0了 所以在这个前面 Chanel则发生前面 这样是6分之49分之47,5分之31 所以全代我们的3分之9 很厉害 轻石 看到吗 这个部分其实我们真正在学的东西就是配方法 其实我们真正在学的东西就是配方法没有什么别的要特别讲了 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今天 Crototic Equations的配方法是怎么做 不管它在任何形式任何情况底下 我们都要学习怎么去处理这两个 怎么去处理这两个 在进冬季之前我们要直接跟大家讲 我们是怎么透过配方法来找Maximum和Minimum 我们是怎么透过这件事情来找 首先我们要先分辨B小题跟C小题的第一件事情是他们的A 就是X平方的系数 这一题X平方的系数A是3 这一题X平方的系数A是-4 所以很明显这个是一个大于0的A 这个是一个小于0的A 当你今天处理到的X平方的系数是大于0的时候 代表这条曲线一定是U shape 当你今天处理到一个曲线 它的X平方的系数是负的 代表它一定是N shape 一定 这件事情是一定的 这样接下来我们做的第二件事情 是我们做B平方减4SC之后会发现 B小题的B平方减4SC 还有C小题的B平方减4SC B平方减4SC其实都小于0 这件事情代表的内容是它跟XO是没有焦点的 现在有一个图它是U shape 它跟XO没有焦点 这样它画出来的图就只会在XO以上 有一个图它跟XO没有焦点 然后它又是N shape 这样它只可以在XO一下 因为今天它不可能有一个图长这样 有一个图哦 你找不到它跟XO焦点 然后它是N shape 它可以这样子的 不合理的 它只要这样就一定会有跟XO焦点的 所以它只有在底下才有可能是跟XO没有焦点 它只有可能在底下 这个就以此类推哦 如果今天有一个图是你跟我讲 它只有画到这样 不可能你懂吗 它可以延长 一定是可以延长 所以不可能会有它在底下 然后跟XO没有焦点的情况 不会发生的 这件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接下去 我们要讲透过我们的配方法 去找到Maximum minimum 其实蛮简单的 因为这个东西 因为X加1 3的平方 这个东西它只会大于等于0 可以这东西只会大于等于0 一个大于等于0的东西 乘了3之后 加上2 3 还要再加 所以我要找这个方程式 讲个一样的吗 我要找这个方程式的最低点 U shape只有minimum U shape的情况是minimum 我要找它的最低点 就是当这个东西等于0的时候 当你的X加1 3今天真的等于0 如果X加1 3等于0 我就可以很明确找到它的minimum point 所以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知道 X加1 3等于0的话 X加1 3 也就是讲当我的X 当我的X等于1 3 的时候 这个图会呈现minimum 然后我们就可以写进去 这样如果真的 如果真的 X真的等于1 3 这个时候这个东西就会变0 因为X等于1 3 一整个块我会变成0 0 x3 还是0 0加上3分之2 这个3分之2 就会是它的Y坐标 也就是讲其实我们在找 Max1 minimum 是蛮简单的 在这个题目里面啊 如果我们已经确定了它的 Completing the square是怎么做的 只要我们确定了它的Completing the square是怎么做的 我们找它的Max1 minimum 就是直接用看的就好了 其实跟用看的没有两样 以此类推哦 底下这个C小题 C小题的A是小于0的-4 C小题的A是小于0的 所以 它只会有Max1 point 一个U shape的图只会有minimum 一个N shape的图只会有Max1 所以像这一题的Max1的概念 其实跟 其实跟上一题是一样的 这个东西一定是大于等于0的了 这样这个等于0的东西今天乘上-4之后 它就会是0哦 如果我们今天讨论它是0的情况啊 0然后减掉十六分之四十七 这个是它 最高有可能达到的情况 因为哦 如果这个东西不等于0 如果东西不等于1 这样这东西只要有数字 有数字之后取平方 跟四相乘 它就不可能会是比0还要小的了 它都会比达大 它这样都会比达 讲错 它这样都会比达小 所以其实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 就是在找它 可它直接为0的时候 所以如果我们希望 这个方程式的X会等于0 这样它的X在这里 就必须要等于7分之7 X在这里就要等于7分之7 因为只有当你的X等于7分之7的时候 这个东西会变成0 然后后面才会是最大值 所以底下这一题的maximum 它就会是 8分之7跟 Full 16分之47 可以啊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B跟C小T的时候哦 其实马上就已经知道它是 always positive for the always negative 当你当你做到B0-4 也许小于0的话 其实马上就懂了 只是我们还是会要求大家去做这个 completing the square的过程 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找到 找到maximum minimum ok 然后呃 配玩法这件事情哦 如果你觉得很难的话 其实你有足够的练习量了 因为 这个场景里面每一题都可以用啊 你每一题都做配玩法 就知道自己会不会哦 然后你也可以去看你的课本的 课本的其他立题啊 就是我还没有教我那些 也可以 可以也可以啊 好这个是 前半部分哦 回来我们家去做D1跟F哦 好东西是一个可以交叉成的题目 所以应该不难哦 可以交叉成的题目一定是很容易的 判断正负值上面是很迅速 就可以找到了 等你一下子 好东西 送到 好东西 好 它延伸了可以的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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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